今天视频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日常是如何打理头发的 以及我经常说的这些发型是怎么做出来的 还有一些我近期非常喜欢用的护发产品 如果你对这支视频感兴趣那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现在我头发就处于一种刚洗完的状态 一般我在洗完澡之后我会用毛巾把头发先包起来去化妆 这样在化完妆之后头发基本上就处于这种半干的状态 它就不会再往下滴水了 在吹头发之前我会先用这款摩洛歌油涂在发烧上面 这款摩洛歌油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也是一直在回购的 我会这样挤两磅在手上 它里边的液体是有一定流动性是这种黄色的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我们喝的那种糖浆的状态 而且它虽然是这种比较油的 但是它涂在头发上和手上之后 它其实吸收还是挺快的 也不会觉得那种黏黏腻腻很油的一个感觉 涂完之后发烧这里就是比较有光泽感 而且不那么毛躁 那我就会把这个油直接这样涂在 就是头发下半顶这个部分 不要涂在发根上面 好那现在这个发油就已经涂好了 其实可以看到我的手上 这个油基本上就已经被吸收了 所以它涂完之后也是不需要再去洗手的 而且它的味道也挺好闻的 是一种淡淡的香味 那现在我就要吹头发了 我用的这款吹风机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松下的这款 是前两年我去日本的时候贵姐极力推荐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第一它很轻 所以就特别好操作 那第二呢 它吹头发的时候干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一般我在吹头发的时候呢 我就不会把头发吹成全干 我会把它吹成九成干 让它有一点点的那种湿度 尤其是在发烧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样呢 就即使不做造型 不去加头发的话 它这样干了之后 发烧这里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自然的 那我自己呢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细软的发质 我毕生的梦想就是希望我头发可以变多一点 变得比较风盈一些 就我从小去任何理发店 所有的理发师都会跟我说一句话 就是你头发怎么这么少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头发只是很细很软 发量呢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在选择护发产品上面 我就会特别追求那种比较风盈的 就比较烹的那种产品 那我近期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护发产品呢 就是OLAPLEX这一套洗护组合 一个洗发水护发水 还有一个发膜 那这个品牌进入我的眼睛的时候 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网站那个Best Sealer里面 都出现了这个品牌 我也发现很多欧美博主呢 也都在分享这个品牌的护发产品 当时就挺种草的 所以就买了一套回来试一下 那OLAPLEX呢 它是属于那种高级美发沙龙里面 才会有的一个产品 他们后来又出了一个家用的系列 所以可能被大家越来越熟知 那这个品牌的护发产品呢 它会对那种受损或者染烫过的头发 有一个强效并且快速的修复作用 并且呢它也会帮助头发还原到一个最自然最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当时我收到这个洗发水的时候我就挺惊讶的 我觉得这怎么这么小一瓶啊 我觉得它应该是我用过所有洗发水里边最小支的 但是它一瓶也是250毫升 就因为它的包装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这种有一点软的塑料瓶 那我当时也觉得就这样的一个洗发水 它的价格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偏贵的 但实际我用下来 我觉得它的用量真的非常非常的省 就是这一瓶我大概用了接近有两个月 那我洗头发的频率大概就是两三天洗一次 它才有下去大概一个手指的位置 像我这样的一个长度呢 我每次只用它瓶盖这么大小一块 就可以洗整个头发 而且泡沫非常非常的丰富 它的味道呢也超级超级好闻 我觉得这个味道呢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 有一点木质香又有一点点舍香的感觉 就很疗愈很治愈的一个味道 也是一种很贵的味道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那洗过之后呢这款洗发水我比较担心 因为它比较有修复能力嘛 所以我就很怕头发洗过之后会不会太服贴 或者就是那种油油亮亮的 但是完全不会 我洗过的头发呢 它就是明显觉得比原来更加强韧了 而且呢它也是呈现一个 就最自然最真实的那种状态 觉得这款非常有名的三号发膜呢 它就是更小超Q超可爱 它只有一百毫升 但是我用它也只用了三次 因为我觉得它用起来是有一些麻烦的 当然我相信它的功效是比较强大的 但是它用的时候需要用在干发的 是在洗头发之前 然后涂在头发上面 再用半干的毛巾把头发包起来 待个十分钟之后 在正常的用洗发水和护发素去洗头发 我就是觉得稍微有一点麻烦 所以我用的比较少 我自己呢是比较推荐 Brill Gel这款发膜的 那Brill Gel所有的护发产品呢 它98%都是一个天然的成分 包括对头发六大损伤的化学元素 它里面是全部没有的 所以用起来会觉得特别安心 比较放心 它里面这个膏体呢 是有一点湿答答的 很像果冻的那种质感 那我会把它像护发素一样 就洗过头发之后 直接涂在整个头发上面 因为这款发膜 即使涂在发根的部分 洗过之后 头发也不会非常的服贴 它还是有一定蓬松度的 而且这款发膜用过之后呢 我会觉得头发有一种喝饱水的感觉 那它一罐也挺大的 价格我觉得也是比较实惠的 所以我觉得这款发膜呢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我的头发虽然是非常的细软 但是它却很直很直 它甚至直到有一点往下坠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卷头发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最喜欢的卷头发的方式 那我要用到的一个工具呢 就是GHD的这款纸板夹 这款纸板夹也是我用下来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款 它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小帽子 是这种胶质的 就可以有一个收纳的作用 那这款纸板夹 首先它外表呢 就是一个这种磨砂制的烤漆 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呢它拿在手里很轻 我觉得轻这一点 对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它不是很长 非常的好操作 它开关呢是在里边的 无论我们怎么卷头发 都不会碰到这个开关 但是这款纸板夹呢 它是不可以调节温度的 它是设定在一个180度的恒温 因为GHD做了一个调查呢 就是180度这个温度 是既可以保持头发一个最好的定型 但是又不会损伤头发的一个温度 那这款纸板夹 它的加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我现在把它打开 就会听到一个比较和弦一些的声音 那这款纸板夹 它官方说是大概30秒就可以加热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用不了 你听 就刚说这几句话 它也就已经加热完全了 我觉得十几秒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这款纸板夹呢 在长时间不用的一个状态下 它就会自动断电 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因为我上一个卷发棒呢 就是因为忘了关了 所以它整个电路都烧了 现在想想还是挺危险的 第一步呢 我先把头发做一个分层 用一个这样的皮筋 就是简单的 把头发上面的这层 先梳起来一下 这样 然后在剩下的这一半的头发里 用手指这样竖着插下去 取一座头发 这个纸板夹呢 也有一个问题 就因为它前面这里比较短 所以在卷头发的时候呢 它不可以用非常多的头发 如果头发很多呢 它就滑下来完全加不住 所以每次加头发的量是比较少的 那我会这样 直接从发根的位置 加住 然后把它90度这样翻 而且是平的 然后再把它这样翻回来 再往外翻90度 在发梢的部分一定要这样 往下加 就是这样呢 就会呈现出那种 现在比较流行 比较可爱的 有点像蛋卷头的感觉 那再取一座 就这样 直接加住 往外翻90度 再回来 就一边翻一边往下拉 然后发梢的时候 一定要 直着下来 就是这个卷头发的精髓呢 其实就是发梢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直着往下拉一下 因为这个长度的头发 如果是往内扣的话 就比较显老 要不然就是直着 要不然就是把它往外翻 就会看起来更加的年轻一些 也会更加的可爱 减零一些 那这边呢 就基本上卷好了 再卷另外一边 就可以对比一下 它其实那个蓬松度 就已经出来了 好 第一层呢 就卷好了 再把上面的这层放下来 那现在呢 头发就基本上已经卷好了 但是可以看得出 我的头顶这里是非常扁塌的 所以呢 我会现在加一下发根 我会这样直接 就是把最上面的这一层 拿起来 把这个纸板夹插进去 往反方向这样 稍微顺着它这个力道 就这样瞪一下 现在呢 头发就已经完全的卷好了 那这样卷头发的一个方式 是非常快速 也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头发比较多 比较厚的人呢 其实是不需要分层的 你可以直接这样卷下来 也不用停留 特别长的时间 那像我这种比较细软发质的人呢 尽量还是把它分成两层 那这样卷完之后 头发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厚度 以及喷度 而且这样卷完的头发呢 它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它的卷是那种若隐若现的一个感觉 就很像吹过海风 自然呈现的一个卷度 那通常在卷完头发之后呢 我也会再用一下 OI的这款卷发喷雾 那这款卷发喷雾呢 它会帮助头发 尤其是卷过之后的头发 有一个定型的作用 它喷出来的这个水呢 是有一点黏黏的感觉 喷在头发上之后呢 头发也会比之前变得 有一点点硬度 所以这个卷呢 就会维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而且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好闻的 现在呢 我就在我已经卷好的这个头发之上 跟大家分享几个我经常书的一个发型 首先就是一个偏可爱一些的 因为今年是走一个比较可爱的路线 很多衣服都是那种泡泡秀啊 或者娃娃裙 那为了配合这种造型呢 头发也要变得可爱起来 所以我就经常书一个比较可爱的发型 那首先呢 我就用一个这样的非常简单的卡子 在头的中间这里直接来一道 它就起到了一个梳子的作用 所以头发一下就变得非常的齐 那这个发型要用到的一个小工具 就是两个这样的小夹子 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发型的时候呢 就要从头发的这里 不要是最靠前 就是稍微往后一点点在这个位置 把前面这里留出来 然后拿起一座这样往上翻 然后再从旁边拿起一座 这样往上卷 卷好之后 直接用这个夹子 这样夹住 在夹的时候呢 稍微往上面推一点点 这样头顶呢 就变得不是那么的扁塌了 然后同样呢 这边也是 不要从最前面拿 从稍微往里边一点点拿这个头发 然后再拿一个 那这样一个简单的又比较可爱一些的造型呢 就已经完成了 那这个造型有一个风险呢 其实就因为整个脸都裸都在外面 尤其是这边比较宽的人 他可能就会比较显脸大 所以在卷这个头发的时候 尽量不要把所有前面这个头发都卷上去 前面留一些 这样呢也可以这样遮住一点 那像我现在这样已经折腾头发 折腾了半天了 或者说我已经睡过一宿觉了 他头发就没有这么的清爽 尤其是在头顶的部分呢 他这个发根的也会有一点点出油的感觉的时候 我就会用RNCO的这款干发喷雾粉 这个干发喷雾粉就是有一点我们说的那种 烹喷粉是一样的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用那个干发喷雾 但我觉得它要比干发喷雾用起来更方便 携带起来也会更方便一些 这款干发喷雾粉呢 它的成分也是比较天然的 不添加那种化学成分 它里面就是一个这种白色的粉末 那我就会这样把它直接喷在这个 发根的部分 它这个粉末虽然是白色的 但是它不会说让头发看起来也那种白白的 就几乎是这样葫芦两下 它就完全的看不出了 它这个粉末就会把头皮和发根的这种油脂全部吸附掉 接下来呢就是我最常梳的一个半碗字头 以及碗字头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那首先就是半碗字头 我看很多人梳这个半碗字头的时候 它都是从耳后这里往起去分割这个头发 那我觉得这样的半碗字头呢 其实它是比较偏成熟一些的 感觉又有一点支性 所以就比较适合上班通勤的那种造型 但是我自己呢就是比较喜欢从太阳穴这里边分割 从这里往起去分割这个头发 然后呢再把这里发肌线比较秃的地方 用手这样搓一搓 这种碎的头发呀就会掉下来 或者把上面这个头发往下拉一拉 这样看起来它这里是饱满的 这边也是 然后呢就直接用这种项圈 把头发这里这样收起来 这个卷不要拉出来 然后把剩下的这个比较长的头发这样 卷着 绕圈 然后再用这个皮筋把它勒一下 最后呢也要把头顶这里的头发往起拉一拉 也是让它哪里这个扁一点就把它顿出来 但不要太使劲 那这样一个简单的这种拌丸子头 就非常快速的完成了 那丸子头呢其实梳起来要比半丸子头更加的简单 因为它只要把所有头发都梳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梳一个好看的丸子头其实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的 第一呢就是要梳的高 第二呢就是要梳的乱 所以梳丸子头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梳子 只用手 首先呢就是把所有头发放在后面 让它变得松散一些 然后我会顺着它的这个松散的程度呢 把头发这样直接抄起来 再用手去这样找一下它的整个的形状 那丸子头说到什么呢 高度是最合适的呢 就是我们嘴角到耳朵的这个延长线的位置 但是我自己呢会比这个延长线在稍微高这么一点点的位置 就是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延长线书 但是千万不能低于这个延长线 因为低于这个延长线看起来就非常的显老 就没有那种丸子头可爱很简灵的那种感觉了 那绑丸子头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根据那个拌丸子头的方法 那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现在在教大家一个更加快速的方法 就是这样一圈 然后第二圈的时候这样手翻一下 把这个头发就可以泡在这里面 然后把剩下的这个碎发呢 这样可以塞到这个皮筋里面 也可以用这种夹子把它夹住 然后这样梳完了这个丸子头之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乱 现在呢其实它是变得比较紧绷的 所以看起来也是偏成熟一些的 我会这样把它用手轻轻的拉出来一些 尤其是我头是比较窄的这种 我就会把两侧的这个头发往起拉一拉 那像头顶这里比较扁呢 我也会这样轻轻的顿这个头发 但是顿的时候有一个技巧呢 就是隔着顿 就是我从这儿顿起来一捋的时候 中间空 然后再隔着去把旁边的顿起来 然后中间再空 就是不要把它一大片全部都揪起来 那这样呢 它就会有一个那种梳头发自然的这种凹凸感 就非常的好看 所以呢这种丸子头 说它乱其实是后期制造的乱 它是自己把它成心顿出来的 所以看起来头整个就是这种比较偏圆一些 然后也是有一定碰度的 那我也会把这个头发连这个 尤其是发际线这里的头发 把它这样搓一搓 包括并角这里呢 也可以去顿出来一些小碎发 然后这样让它有一个这样的弧度 所以这样一个比较简灵 然后又比较可爱的丸子头就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那最后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近期买到的超级超级成功 我自己超喜欢的一个小物 就是这个小发圈 我买的这个它是一个澳洲的品牌 它是专门做真思产品的 它叫做Sleep 然后它一开始是那种眼罩和枕套比较出名 后来它们也出了这种小发圈 这一盒呢是三个 一个黑色 一个这种豹纹的 还有我头上这个金色的 那最开始我觉得这种小发圈 我就在淘宝上找一找 后来我发现淘宝上同样是真思质地的 也要五六十人民币 其实和这个价格没差多少的 那我不如就买这个品牌的 我买回来之后呢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发圈物超所值 它真的是我用过世界上最好用的一个这种皮筋发圈 因为我头发是比较少的 像一般稍微粗一点的皮筋我都用不了 那稍微细一点的 我也要缠个三四道 它才有这种支撑力 才是比较紧不容易散落 但是这个发圈呢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我只缠了两圈 它就可以牢牢地把这个头发全部的 就是绑得很紧 而且有这种支撑力的 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完全是没有那种瞪到头发的感觉 像我这样乱动呢 头发也完全不会说散开的 就是它既有紧度又有支撑度 这个发圈它是真丝制地的嘛 所以在这样拆下来的时候 它是完全不会把头发 就拉下来几根 或者让头发折断打结的 它就是顺着头发的这种顺滑的程度 直接就下来了 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像我这种比较细软发质的头发呢 它有一个真的很强的支撑力 我觉得它太好用了 我一定会回购的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这个小发圈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和大家掏心掏肺地分享了一下 我最常用的一个打理头发的方式吧 希望大家还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如果大家喜欢呢 也要记得帮我点赞 并且按下面的订阅键 订阅我的频道 就会在每周看到视频的更新 想了解我更多的穿搭以及生活呢 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